今天的最后集中奖 就是简陋恒大房产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中国的这种房地产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其实它的运作机制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它的这个定金是交给开发商的 只有这个广州兰沙那边的住建部门 也才参考了澳洲这种做法 就是它有一个专门的信托账户来管这个资金 但是恒大是个全国性的公司 它在全国各地都有楼盘 那其他地方的这种监管还是用这种传统的做法 买房的钱是交给开发商商户的 它有预大的风险 就是说它可以把它挪用 没办法落实它的资本专用 它跟澳洲不同 澳洲定金是放在律师或者中介的厕所康里面 所以用权不能动用的 只有在交楼交钥匙之前 验房及格支付 试图完之后才能够把这个定金还给开发商 所以在澳洲你买楼 开发商倒地跟烂楼 主要这个钱是放给厕所康 那么作为投资者来讲 它是本金是没损失的 它只有多久损失一个投资机会 这是一个制度设计上的一个区别 宏大目前收的定金 法律师定金是总共收走的 万一有火烂尾 或者最理想的状态是延迟交楼 还是延迟一年两年 能收楼已经很不错了 它更大的风险就是说 它烂尾可能放五年六年都降不起来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呢 就是宁愿放弃 因为我自己是消费者的话 我宁愿就不去借它这个盘 可以即使降低要多是风险大的 我相信呢 它是会要求用全现金来付 现在宏大面临的是资金短缺的困难 原则上一个是不太接受这种贷款的 现在国内的贷款跟澳洲贷款就很大区别 它这个时间是也很长的 即使是首次之业 第一次买包带是什么样的 而且也没什么特别的收拾东西 所以要解采牙眉之急 那时候比较无分能的 所以它应该是要求全现金 它用全现金买的话呢 又是限楼还好一点 那因为它是卖的是楼花 它就风险就高了 那个楼花的风险呢 也除了质量以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它能不能游去交楼问题 在澳洲买房 这个楼花它不能游去交楼的话呢 开发商它是面临一个三十条款的约束 就是它有可能被导致 或者可能失效 市场价马上涨的时候 消费者是希望它 缺点交楼也无所谓 拖越久这个房产涨越多 因为成交一下能够成交 对投资者来讲 它反而因为这个资金占用网路推了 所以它反而是得利更多 所以开发商它越持交楼 它省次越大 那赚到钱越少 所以开发商它是希望能够提早 或者是无期交楼的 因为它持交楼对它是没好处的 消费者的定金 它在澳洲是被交给开发商 但是呢 在中国呢是全世界开发商 开发商破产 或者是楼房弹的 那这个资金是给开发商拿走的 它持交楼 它这个利息也是消费者承担 在你买楼的时候 这个资金的利息就开始算了 但是呢 在澳洲是等待释投资后 利息才开始算了 就在释投资前呢 买房者的是不需要占有90%资金的 那释投资后呢 这个利息才开始算起 我的看法呢 又要简陋恒大的一个项目 不是完全不行 但是说你要看什么状态 因为它是一个线楼的一个状态 你查验过觉得OK 这种问题是可以考虑的 如果是楼花 它这个风险就高了 所以没有必要去探这个盆水 我们在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 不是楼器交流的风险 是烂尾的风险 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 并不是恒大一体之力能够控制的 那即使是政府出面协调 所以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并不能从根本上 转到现在这种局面 因为它现在出现的问题 就有点像银行体对的这个情况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它的信心的破灭 说冰洞三尺飞一入日寒 这种局面是长期形成的 去年其实已经有风声了 它不到辟谣之后 其实就是无风不起浪 所以聪明的人就少少甩过了 那现在它面临的是信心的缺失 这个信心是很难通过政府的运作 去帮助它重新建立的 有些企业就这里就不点兵了 就是说表面上看是 基伏坝所谓的世界500强 是把这个漏洞用进来 面临来自几方面的一个信心的缺失 包括呢一部员工 兔子不错窝边炒 他连窝边炒都吃了 我们不能说它完全卖掉 但是呢至少员工是参与了这些重置的 另外一个就是合作方的一个信心的缺失 它分包的一些重刀商 各种材料的一个供应商 我相信大部分会采取 及时值审的这个态度 工人呢不拿到工资 他不能再给你干活 把这个没有完成的楼花建坊 这个困难很大 另外一个信心是来自银行的信心 这个银行信心是指 给消费者贷款的这个信心 已经有一些银行是明确拒绝 给互大的这种产品贷款了 规避它这种风险 这位恒大只能选择那些能有全现金的投资者 大部分的投资者呢 他可能会选择现楼 保守做法是静得眼睛了 但目前呢是信心缺失的一个问题 选择民同挤兑的一个心态 挤兑的越多 它的资金压力越大 就像雷曼集团一样 雷曼修理当时就是挤兑 也引起了一个破产 政府不愿就差 那这种负债率 并不是恒大一家这种状况 不过好多家都是负债人员的 海航的成熟 这些人觉得呢 就是这个是体质用事 体质用事是说 这种大费就很高 就是从面去对这些协调 那这些协调呢 相信可能会有任何犀利的影响 我们先做到一段出领域 我们会重新 有两个大事 就能够大家欣赏里面 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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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简陋 我觉得是风险很高 除非是现场外域 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 我还是有一些 不禁有迷的地方 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是有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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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它的影响面 两面都 它还有其他的支持 所以它把下来 改革的状况 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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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能看起来很多 所以你想把它 空手倒 完全 后终的影响是 它可能是可以 从一边的 主书院的 或者 人导的 或者是 我们的学会 或者是 有些时间 拿到 第二个的这样子插指 它这种状况 就可以去 它 然后 所以 那种状况 那种状况 也很简单 那么 为什么 对奥州的出现 定点本法的现象 它主要是 它一半自用 一半是 不买手的贪心 就比如它20%的利息 它交换条件是 你的钱分分是代理的用 那么 这本身就是 风险的商业先用 什么时候 国责监管 国防责用 一定有一定的责任 所以你说 要开政府的责任 它只有20%的利息 然后你是总的手 整个设计 放在上市场 换取这个安全讯 美国内的责任 最大的地区 也要做 准备了 重视自己的生命 所以它主要 每个人的商业 是一般的商业 能够到最后来 我们的商业 可以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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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有些做你好的 可以维持这个新闻 可以维持这个科学系的发展 都必须重视自己的新闻 选择开发商 选择整个中介 对你微微风险的 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保障 因为有经验的中介 会比较生命的 去选择开发商的合作 而且有口味的开发商 才可以注重自己的品牌 砸了牌子 我们是一样 从它都带下去 我们商业规律 来说是不行的 所以维护好自己的品牌 在那里轻轻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打龙并没有 就会变成了 一些功能 降低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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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嘎üriou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